近年来新兴的再生医学兴起 许多单位争相投入资金希望在发展生物科技 而交通大学也打算和生技公司签订产学合作计划 希望结合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力量 在干细胞的研究上有所突破 那我们我想说这个因为宣洁是希望在很短时间内 把这个细胞科学全部解码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个一定是回到较大 因为我自己是较大的 那我们回到较大是跟中院长跟吴校长 还有跟我们校长一起合作 那希望能在加速的这个情况下 把这个细胞解码做出来 未来生技公司提供品质稳定的兼职干细胞 作为校方研究材料 并结合双方生物资讯平台 处理与分析庞大的干细胞资料库 希望在短时间内找出干细胞修复受损神经的机制 交通大学校长张茂中表示这只是第一步 以后会进行更多的产学合作 对不对所以我们大胆的跨出这一步 尤其是我们产业界能够跨出这一步呢 那我们非常的敬佩 因为这个投入的话就像刚才宣总讲的 还不是一两亿的问题 可能是长年是几十亿或几百亿的这个问题 全世界都是如此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high expectation 就high payoff我们常常讲 对对 有高的希望才有这个高的收成 对如果我们做的研究的工作 不是一个伟大的项目的话 我们不会得到伟大的结果 看准生物科技有无穷的可能性 交通大学希望把握这次机会 让学校踏进更杰出的领域 也希望能够借此对社会与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